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的人都觉得触目惊心 两岁的乐乐出生几个月 皮肤就藏起红色的皮疹 不论是湿热的夏天 还是冬天肝痒 都会一直抓 这让原本就有过敏体质的妈妈 十分担心 一开始就发现她的脸颊 脸颊有一些红疹 然后后来是泡澡的时候 发现夏至也有红疹 那这种状况好像在夏天 出汗的时候跟冬天 冬天的时候比较干人 一直出现 那她晚上会一直抓一直抓 我不要担心说她抓的时候 会抓破皮流血会感染 每次皮肤过敏的症状发作 不仅影响乐乐的睡眠与情绪 用手去骚痒的结果 还造成皮肤感染溃烂 四处求医反复擦药 希望乐乐的过敏症状 能够有所改善 我去到那个西医那边 她是叫我要注重保湿 然后她是有给我一条 就是擦小了湿疹的那种药膏 那擦的时候状况都会不错 但是她洗完澡之后 红疹的状况又会跑出来 然后我是比较担心说 那个药膏会有内固醇的那个左右 可能对小孩不太好 如果一直擦会不太好 所以我后来就是一直有说 可以擦凡士林啊 或什么椰子油之类的 然后那些我都有试 正当妈妈为乐乐的皮肤问题苦恼时 在亲友的介绍下 前往台中慈激医院接受治疗 温度第一个就是说 的确就是你要先试 你说大概多少不见得 但是至少来讲不能烫 洗得太久 它其实身上的那些油脂 也会让你洗掉 保护的效果就会不好 其实保湿很重要 像我其实摸啊 它真的还是油 就是会比较粗 像那个其实都是 其实有诊子在上面 只是你说洗澡的时候 因为我们血液循环比较好 你就会看得比较明显 我是觉得说 你可以配合中西医一起 类固醇的药物 虽然能够快速消炎止痒 但对于皮肤炎的问题 无法根治 长期使用也让人担心 可能产生皮肤萎缩变薄 若能够同时采用中西医 联合诊治 将可以显著地改善 皮肤发炎的问题 让病况获得良好的控制 学校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爆你之 健康爆你灾 我是节目主持人 台中慈悸医院感染科 王瑞欣 王医师 随着时代的变迁 过敏人口不断的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 为了强化民众 对于过敏性疾病的认识 特别在2005年的7月8号 建立了所谓的 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而其中 异味性皮肤炎 会造成全身的红疹以及发痒 那这样的疾病 我们要来如何做防范以及治疗 而中医跟西医 又是如何联手 来对抗这样的一个疾病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请到两位专家 来跟各位观众 解释这样的一个过敏性疾病 在刚刚的这个影片当中 我们看到里面的小朋友 因为这个皮肤炎的状况 不断的搔痒 甚至发红疹 那提到这个所谓的异味性皮肤炎 我们是不是先请李主任 先跟我们观众朋友 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是异味性皮肤炎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过敏性疾病 异味性皮肤炎 其实就是以皮肤的一个 疹殖 还有搔痒的一些状况 表现了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 那我们知道在过敏的一个疾病来说 它有所谓的过敏进行曲 那所谓的过敏进行曲 就是说刚出生的一个孩子 他如果有过敏的一个体质 那他可能一开始 在一岁以前 一开始出现的是 所谓的食物过敏的一个情形 也就是说他会有一些 肠胃道的症状 像腹泻 呕吐 腹脏等等这些过敏的一些表现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会出现皮肤的一些 异味性皮肤炎 我们讲的这个皮肤的一些 搔痒 疹子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在一岁以前 其实是以这个为大宗 食物跟皮肤炎的状况 过敏的一个体质 它的一个表现越来越明显 那到两三岁以后 接下来就是呼吸道的症状会出现 那这样子民众怎么知道 这些症状跟情形 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 还是就是根本就是过敏所引起的 关于这个 常常会有人问说 那我要怎么知道 自己本身是有这样子一个体质 到底是不是过敏的一个状况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 那第一个呢 就是说你要先问问看 家里面是不是有过敏的一个体质的家族史 例如说爸爸妈妈 本身呢是不是也有这个过敏的现象 如果他有过敏的一个表现的话呢 可能他的孩子就会有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过敏的一个现象 第二个的呢 就是说我们讲的 感冒的一个情况呢 通常来讲 他恢复的一个时间不会很久 可能两三天啊 最多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应该要好 可是他如果感冒的一个症状一直持续 然后开始有发现 所以会出现一些喘民的一个声音 喘民的声音 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感觉吗 就像气喘这样的一个很明显 咻咻咻的声音 是是 那这个你要小心就是说 你可能有这样一个体质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经常咳嗽 那这个咳嗽的情形呢 其实是有日夜的一个表现 也就是半夜的时候 或者是早上一起来的时候 它特别明显 那平常白天的时候呢 其实都没有症状 那这个其实也要想说 那应该是有过敏的一个现象 半夜跟清晨的时候 那种症状有加剧的咳嗽这样子 那另外要提到的这个就是 最多人有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鼻子过敏 那鼻子会痒啊鼻塞啊 甚至眼睛会痒啊这个 如果你一直反反复复一直来 这个也要小心 其实这两个症状 其实我个人本身也都有 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 或者是有些时候这种空气 或者是气温变化的时候 这些鼻子痒鼻塞的症状 也蛮容易跑出来的 好像我也有一种 过敏这种体质的状况 例如说那你四肢啊躯干啊 常常会有反反复复 一直发生的一个皮肤炎 或者是说你吃了什么特别的食物啊 或是接触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以后 然后开始皮肤起疹子 那会很痒 这些呢其实也要注意 那有可能是一个过敏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些其实表列上的这些症状啊 都有可能暗示 其实这个个体本身 有一些过敏的体质跟情形啊 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过敏的症状的表现 非常非常的多样 那不晓得王副院长在门诊 都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小朋友的症状 那其实基本上的话像这个小孩 因为父亲 刚刚这个例子有特别提到 他其实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父亲 所以有家族史 对有家族史 那时候的话 他是不是只有这个皮肤病的问题 还有这个所谓气喘的问题 气喘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他刚刚特别提到 夜间咳嗽会特别厉害 照片看得到是皮肤的症状 对对对对 其实他何必有这种过敏性气喘 或者是这种比过敏的一个症状 对对对对 早上起来的话会特别鼻塞 晚上会晒得不能睡觉 上起来打喷绿油比水 这个情况大概 同一个小孩当中的话 有时候是单一的 有时候是两个合并的 有时候是三种都有的 那王傅我想请教一下 这种症状 尤其是小朋友的父母刚遇到的时候 那这个症状这么的多样多变 他们一定的也都很困扰 这样的一个情况 要怎么样来去面对跟处理 那像这样的一个疾病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吗 其实基本上刚刚特别遗传 那个是一个重要的项目 那其实再来就是一个所谓这种 不管是物理性的寒温的变化 比如说这小孩子一般过敏的话 大概对冷空气是特别敏感的 气温 对对气温 所以你看这里面有特别提到 那个冷气跟电风扇 那冷气最快的话 对对对 当你这小孩子在一个密闭室里面玩的时候 其实它如果温度越低 它终究会到一个 比较它不能适应的一个低温的时候 它就开始咳嗽 那咳嗽的话它又在那边跑又叫又跳 然后这个时间的话其实又比较兴奋 那这时候又吹冷气 那基本上的话它那个会产生咳嗽以后的 温度变化太大 对那个是属物理性的 现在很多优质炎 都希望是有空调的一个优质炎 那其实小孩子在里面的流汗啊 那个高叫啊 或吹冷气 这个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所谓的这种 温度过低的一种所谓这种咳嗽 不会不会出来 所以听起来体质遗传是一个问题 环境的刺激 环境的一个状况又是另外一个诱发的一个因素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 不知道李主任这边有没有针对这个过敏的成因 西医的观点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或是想要补充的部分 事实上就是说从本身的一个体质基因的一个问题 再来的话就是环境的一个过敏源 其实已经大致上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为主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体质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有一些预测的一个方式 关于家族过敏的一个情形 就是爸爸妈妈的一个情况会影响到小孩子 那我们从这个这张表来看 其实它有很清楚的一个说明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爸爸妈妈本身没有过敏 那小孩子呢 其实还是有45%的一个机会他会过敏 即便父母都没有这个过敏的一个症状跟病史的话 那如果父母亲当中呢 有一位他有过敏的一个体质 那孩子的一个过敏的一个情况 其实就会上升到20%到40% 那如果说父母亲双方都有过敏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子的孩子 他的一个过敏的机率就大大的提升到50%到8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跟家庭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他发生这个问题之后 其实家长一定都相当的困扰 那带来这个门诊 不外乎就是想要问问看说 那要怎么开始治疗啊 我们知道就是过敏源它是外来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说 我如果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过敏源 那我就从它的一个过敏源去做一个控制 例如说它可能对塵满 那我就针对塵满去做一个防治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 皮肤的一个照顾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像异味性皮肤炎的孩子 他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情形通常会比较干燥 那保湿当然我们除了就是说 一些沐浴的方式要注意 不要用太热的水啊 然后用一个温水的一个使用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使用完了泡澡了以后呢 那你要用一些药膏 药膏 药膏是通常来讲是比较严重 那如果说比较轻微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考虑先从乳液啊 乳霜啊等等啊 或者是说凝胶类的这些为主 然后最后再用到药膏 我们一般是建议要三岁以后去做检测 会比较准确 因为三岁以后 太早来讲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发展 孩子的免疫系统发展还没有成熟 所以你去做检测 有些时候验不到不见得是没有 是因为它还没有发展 对对对 所以我们会比较希望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三岁以后去做 那准确度就很高 那听起来其实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啊 这个症状的表现非常的多样 那治疗起来当然看起来就是也是相当的辛苦跟复杂啦 那他要注意的面向就是相当的多 那过敏性的疾病的控制 甚至就是一些药物的使用 都是相当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治疗的项目 那我们在这个临床上面来讲 中医都如何来治疗这个过敏性疾病 甚至异味性皮肤炎呢 随着我们接下来的影片 我们来看看中医治疗的现场 中医强调整体观 注重身体内部循环与外界环境互动的关系 治疗上不只处理症状 也会依据人事实地物不同 而给予个人化的治疗 他那个碟的色度比较安 刚刚那个哥哥比较好 这是什么意思 他比较体质比较好 妈妈也是一位新疾病 爸爸没有公民新毕业的 他完全都没有 他也没有气喘 他没有气喘 因为鼻子公民没有嘛 嗯 没有 那比较单纯啦 OK 食物方面的一个经济的部分很重要 牛奶改善可能他就好了 医师采用内副药与外敷 药育三管齐下的方式 希望能够解决热热 异味性皮肤炎的痛苦 那你给他弄的那个皮肤炎 弄给他洗一洗就好了 对 你可以回家煮完之后 然后就跟着你的 不少时间就泼在我们的温水里面 然后慢慢泡 那是时间喔 那时间不要 时间也不能太多 那温度呢 温度一般的我们 你比他稍微不要太高啦 如果你泡这个泡泡泥 因为不泡皱的话 其实就可以了啦 那这个其实泡很快 西医治疗异味性皮肤炎 具有快速的疗效 中医则可以针对患者的体质 生活习惯做条理改善 两种方式相辅相成 希望能够让异味性皮肤炎的病人 得到最适当的治疗效果 在刚刚影片介绍当中 我们看到的小朋友 在经过中医的治疗之后 皮肤的症状得到了 相当的改善与其疗效 那是不是请王副院长 再来跟我们补充分享一下 这个当初这个小朋友 是怎么样去决定治疗的方式 开始出生的时候 大概就有这些皮肤的一些 一开始出生就有这些症状 对对对 他泡澡的话 每次泡澡 大概皮肤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那么在西医治疗这一块的话 时间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那可以改善 但是好像是每一只泡澡当中 如果温度太高 它就会造成皮疹出现 那么在中医这一块的话 我们有用凉血的方式 所谓凉血的话 就是让它的表皮的 微血管这一块的话 它不会那么容易去扩张 凉血的药房 对我们称为凉血的一个药房 那所以同样的 我们就是用很简单的两个药 皮肤在皮肤科这边怎么去用 那其实这是非常平常的东西 但是一般房间也不是很清楚 这个它有治疗那个皮肤 皮肤疹 火红疹的这个效果 就光用皮帕液也有治疗皮肤的效果 那另外有一个 可能大家更晓得 这个是马齿腺 这是马齿腺 我们台湾人就称为白兹布林 这两个是非常稀松平常的药 满山片也都有 这个是在台湾药用作物当中的话 两个非常平常的药 那基本上的话等于 你看后面那一张治疗后的那一块 治疗后的这样 对应该是两个 看起来皮肤的症状都消除了 对等于是在泡同样的热水的时候 它皮肤的整个部分就没有再出来 相信两位医师一定遇到很多家长都会询问说 那既然过敏跟体质有关系 那我的这个小朋友或是这个过敏的病人 他有没有可能有一个调整体质的方式 那甚至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黄金期呢 我们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就是说 其实有所谓的一个关键的一千天 也就是妈妈开始怀孕 一直到孩子出生以后两岁 这一段时间呢 其实他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是可以有一点改变的 身体跟免疫有关的这个所谓的T细胞 它有一个所谓辅助型的T细胞 它有分成第一型跟第二型 那它如果处于平衡的一个状态来讲 它就是身体就比较不会有过敏 那也有很好的一个免疫功能 但是呢过敏的孩子呢 我们会发现说 它的一个TH2 也就是辅助型的第二型的一个T细胞 它会变得比较多 所以我们怎么样 让它能够维持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 在刚出生的一个宝宝 我们会建议它要吃母奶 因为吃母奶的一个宝宝 可以从一个妈妈的一个母乳的一个部分 它去得到很多的一些营养 还有保护因子 可以让它能够比较得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的时间怎么办 接下来的一个时间 其实我要提醒大家要均衡的一个饮食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肠道的一个状况 如果很健全 那它的一个环境 肠道的一个环境 其实跟我们的一个免疫 还有淋巴的这些组织等等 这些相关的一个机能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免疫 跟抑制过敏的一个表现 那不早的中医的部分 对这个调整体质的部分 也没有一些方法 所谓的这个黄金期 黄金期是自然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构成 那个自然的一个构成 比如说小孩子在成熟之前 在成年之前 它整个免疫系统成熟的时候 那这个中医在这块 它有一个所谓这种 会针对它的疾病里面的一个浮轴疗化 它会给它弄得睡 晚上睡得好一点 那如果脾气比较急躁的话 会给它用过安神的药物来治疗 我们做凉血的安神的方式来治疗 不是只有过敏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会造成 体质比较敏感性的一个 还有整个本身的化作比较厉害的 那些食物的部分 可能就叫它不要吃 在这个节目当中 希望能够教导我们的民众 有一些方法可以来远离过敏 那关掉过敏的开关 那第一招的部分的话 是有关于远离过敏源 避免诱发过敏反应 是 因为环境周遭的这些因子 它如果一直都一直在刺激你 那你的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 当然就会一直不断的反复发生 知道的过敏源是什么 因为我刚才前面也提到很多方式 你可以做一些检测的方式 你把它了解了以后 那你就按照你 知道的这些过敏源 然后去做一些防治 那第二招的部分的话是夏天气血旺 利用三伏贴来抗过敏 那个基本上面的话 三伏贴在应用在异味性皮肤炎 这个用的比较少 但是用在气喘 跟那个过敏性鼻炎 这个用的比较多 那它最主要的话是用中药的 本身的一个所谓起泡剂 它主要是贴在那个我们背部的 肺的一个神经的一个派水 我们出个肺鱼啊 然后这个那个像大椎附近的几个穴道 所以有些病人 他其实如果是因为 他那个神经这一块 本身的传递 它本身比较冷 比如我们一般吹冷空气的话 吹到背上的话 我们容易鼻塞容易咳嗽 那这一块的话让它温化 让它神经比较稳定 透过欢迎的时候 其实这个循环会比较好 是 刚刚李主任好像也都很强调 这个有关于肠胃的部分 还有食物的调整 那是不是也请李主任 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那在西医的一个研究来讲 它不是说某一个 所有的一个某一个疾病 它全部的益生菌 大概都对这个有一定的一个 控制的一个帮助 所以呢其实你还是要根据 就是说你是哪样的一个体质 的一个过敏 然后呢你可能再去选择 它适当的一个益生菌 那这个当然要跟医师讨论 很多妈妈说 那我喝喝那个含有乳酸菌的饮料 是不是这样子就行了 养乐多啊 对 事实上因为里面的一个 含的一个好菌量实在是太少 我们知道就是说 事实上能够帮助免疫的一个功能 的一个稳定的 它大概益菌的一个量 每单位里面要有 10的九次方到10的十次方 这么多的一个菌 它才能够有帮助 一般来讲你要能够达到调整体质 这样子免疫的一个功能比较稳定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事实上要差不多要持续要到半年左右 而不是说那我今天吃一吃 然后明天休息 后天又休息 那想到要再吃 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这个是要呼吁大家要注意的 那透过西医 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 可以有效地来控制症状 稳定病情 那配合中医的治疗 我们可以改善免疫的系统 然后进而减少过敏发生的机会 台中实际医院为此成立了 中西临床诊和研究中心 也开设了特别的医疗门诊 来提供民众相关的咨询以及治疗 欢迎各位团众 在下周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 我们继续健康保理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